今天的节目会很精彩 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澳洲与外膜合作的一些经历 有惊奇的 惊吓的 更有惊悚的 当然 在最后我还会贴心的给大家分享一些 与外膜合作一定要注意的几条避坑Tips Let's go 嗨 大家好 我是无闻片场的老吴 说到和外膜合作 哎 实在是草点太多了 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我和很多的华裔的模特或者演员都有个合作 大部分都很顺利 合作的也很愉快 但是聊到澳洲之后呢 我就很自然的认为 和外膜合作嘛 也差不多吧 不就是改成说英语了吗 哎 问题来了 第一次和外膜合作的时候 那天一共就只约了一男一女两位模特 早上剧组七八个人都已经到位了 到现场了 开始卸装备的时候 这时候女模特来了一个短信 说今天感冒来不了了 然后我赶紧联系模特经纪公司 顺便说一句 小型项目找模特或者演员呢 一般都是直接走经纪公司的 第一 因为他们手头资源比较多 有年轻的 年纪大的 白种人 黄种人 黑人 长得帅的 或者长得成熟的 或者比较像普通人的 每次拍摄不同类型的影片 可能都会需要不同感觉的演员 用经纪公司就可以省下我们大量的演员casting的时间 第二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澳洲对于各项工作和演员的法律保障都非常的规范 自己找演员的话 你要做招募 宣传 海选 法务 签约 还有安排档期等等等等 这个成本对中小型项目来说就非常夸让不实际了 收到短信之后呢 我马上就给经纪公司打个电话 结果他们说外模经常这样 今天不来给我发个信息就已经算不错了 有的甚至拍摄当天直接就消失了 澳洲的法律就是特别保护员工的权益的 所以他们也拿这些模特没什么办法 这就与和华人合作天差地别了 我们华人对待拍摄的态度 就算是拍摄当天腿瘸了 也得拖着这条惨腿爬过来是不是 OK 女模特就这样走远了 我们也只好先拍男模特 万幸的是男模特来了 但是当我们见到她的第一眼的时候 大家都傻眼了 这就是一个封面杀手啊 模特经纪公司呢 每次会把模特的模特卡发给我们 让我们来选择 她的照片呢 是那种青春阳光帅气有活力的 而来到现场的这位呢 就像是一个刚逛了一宿夜店 然后喝得宿醉的街头少年一样 所以第一天的拍摄就直接这么取消了 有了第一次的惨痛的经历呢 我们马上就改变了策略 具体是什么策略呢 以后我们详细的来聊 第二次拍摄人都来齐了 精顺状态也不错 但是发现了一个也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记不住词 一共就只有30秒的台词 而且提前三天就给到他们了 模特来到现场就说他就是记不住词 当然他们都是那种很礼貌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种外国人很特有的那种很nice 很热情的表情 但是这是在拍摄啊没有办法 我看了一下时间 离我们开始拍摄还有20分钟 而且他是第四个商场 那么他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 我就对他说没关系 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台词也不是很长 你抓紧背一下就行了 应该来得及 然后他就说他感觉不行了 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不喜欢被人push的感觉 我X 谁没有承受巨大的压力啊 谁没有被push啊 我们都是被push长大的好吗 当时的状态 就是如果我再给他一点点的压力 他肯定就撂挑子不干走人了 所以为了顾全大局 我们所有的人都压住了火 制片赶紧手忙脚乱的开始现场写提词卡 让他照着读 最终片子的效果呢 客户那边是通过了 但是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的 读稿子和把稿子背下来 再用情感去表现出来 这个表现力可差别太大了 那么我们和外模合作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避开这些坑呢 我给大家分享六个小技巧 第一个技巧 和经纪公司签好合同 拍摄比较小型的项目呢 咱们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预算 去做演员的海选的 所以要选择一个靠谱的经纪公司 然后一定要签一份合约 来约束他们 我们把钱交给经纪公司 那么经纪公司就要确保 他旗下的所有的演员 按照我们给演员出的briefing 做好所有他们要做的拍摄准备 按时来到现场 如果他们的演员出了状况 造成了损失 当然要他们来承担了 一份合约就是保障我们权益最好的办法 第二个技巧 不看封面 演员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影片的效果 比如最近它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什么颜色 什么发型 落在外面的身体有没有纹身 最近胖了还是瘦了 精神状态怎么样 说话的声音好不好听 有没有口音 这些都是看演员卡上的照片是看不出来的 咱平时发个朋友圈 还得美颜一下 瘦个脸是不是 小型项目的演员都是按时薪收费的 你又没有办法让他来提前试个镜 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 就让他们用手机拍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个小视频解决了大问题了 第三个技巧 给演员一份详细的briefing 刚才我们也说了 拍摄小型项目的时候 不太可能提前把外摩叫过来聊脚本 那么导演要怎么样 把你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演员呢 一份详细的briefing必不可少 在briefing里 你要写清楚 在这个影片里拍的是什么 风格是什么样 那这个演员 他在你的影片里 他的角色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人设 要达到什么样的感觉 那他要达到这个感觉 他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要不要记住台词 台词是什么 要不要带妆来 浓妆还是淡妆 发型要不要做出改变 穿什么样的衣服 背什么样的包等等等等 我会单独出一期影片来聊一聊 如何做一份完美的briefing 第四个技巧 做好plan B 这不单指演员之一方面了 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拍摄的进度 优秀的制片人脑子里总是在思考 我的plan B是什么 如果今天这个加密来不了 那我的plan B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的摄影主机坏了 那我从哪里可以最快速的调一台机器过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拍摄推迟或是取消了 都会浪费成顿的成本 哪怕是拍摄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影片 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人通常是变数最大的那一个 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 通常会多联系几个在当天有档期的人 这样只要不是卡在最后一分钟出问题 还是可以找到人来顶替上来的 第五个技巧 积累自己的演员人脉 合作过的人 我们之间就会更熟悉嘛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有过合作 你就会了解他的职业素养是什么样的 做事靠不靠谱 所以我会和那些合作过 而且合作得很愉快的演员 保持更多的联系 有适合的角色就直接找到他们 大家都会更踏实 第六个技巧 准备提词器 因为外摩记不住台词那一次教训 每一次拍摄 我都会让制片提前准备好提词卡 或者提词器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制作提词卡也有很多的技巧 如果你的提词卡做得不够好 演员的眼神会发生这种移动 很明显就是在读稿子是不是 我会单独做一期影片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做一个完美的提词卡 除了这六个技巧呢 还有一个算不上是建议的建议吧 就是多和别的民族的人去接触 交朋友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是怎么看待世界的 有点太哲学了哈 但是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跟外摩的沟通 更加的顺畅 今天的节目如果对你有帮助 也麻烦您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也遇到过类似的坑 也欢迎您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这里是无闻片场 我是老吴 我们下次再见 呼 by bwd6 by bwd6 by bwd6